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宫表示美墨加协定可为边境墙买单 美专家表示应继续保持对华接触政策 搭载美军导航卫星火箭临发射遭推迟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12月18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国联邦政府近日再次面临关门危机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白宫跟民主党 就边境墙拨款间僵持不下 白宫18号是松口称 为保证政府运作 总统特朗普可能会考虑让步 美国部分联邦政府机构的资金将于21号到期 如果国会在此之前不通过开支法案 这些机构将被迫关闭 特朗普坚持开支法案必须为修建美墨边境墙 提供50亿美元的拨款 但民主党表示 最多只能提供16亿美元的边境安全拨款 两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18号首度松口暗示 特朗普愿做出让步以避免政府关门 但白宫就被质疑 在美国赤字膨胀的同时 特朗普将从哪里找出额外的资金 支付修建边境墙的费用 为何他问美国赤字膨胀 为他们当他扮认 Mexico是负责? 我们不问美国赤字膨胀 我们正在看待美国赤字膨胀 通过其他公司现在 我们可以努力做到立即 明天 总统的决定是有明确 那美国赤字膨胀会提供更加税 通过那一条 那会显示 Mexico是购购购 不过得到的 特朗普通的利息 虽然白宫一再强调 新签署的美墨家协定带来的收入 将足以支付修建美墨边境墙的费用 但协定的落实仍需国会的批准 鉴于在新一届国会中 民主党将重掌众议院主导权 因此协定何时得以落实 仍不得而知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介远 美国白宫报道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瑞孝简在华盛顿就表示 中美两国的关系 完全不是所谓的新冷战模式 两国因管控竞争关系 而美国未来应该继续 对中国保持接触政策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 周二在华盛顿举办论坛 回顾今年中美两国的关系 针对近期外界所担忧的 中美两国关系 是否将陷入所谓新冷战模式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瑞孝简表示 这种表述完全是错误的 瑞孝简出生于南京 曾在1991年至1995年期间 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他认为 中美两国之间未来可能将 保持战略竞争关系 但历史上任何大国之间 都会经历战略竞争关系 而当前最为关键的 则是管控这种关系 美国应继续对华保持接触政策 专家表示 中美两国应准确定义两国当前的关系 因为选取的措辞将影响两国的行为 而所谓新冷战役词将阻碍中美两国 在多领域间开展必要的合作 太空探索公司SpaceX18号是推迟了 原定于当天发射美军导航卫星的任务 而专程前往关里的副总统彭斯就表示 这次的发射代表了美国迈向主宰太空的重要一步 猎鹰9号火箭搭载着价值约5亿美元的 全球定位系统卫星 原本计划在上午9点30分发射 却在发射前几分钟被紧急叫停 SpaceX随后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解释到 火箭第一阶段传感器出现故障 下次发射赶在19号早上进行 而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天专程前往 佛罗里达州观摩发射 虽然发射暂停 他依然对SpaceX的团队表示祝贺 并宣布总统特朗普正在组建新太空司令部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United States is taking steps to ensure that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s as dominant in space as it is here on earth. And to that end, it is my privilege to announce that today, President Trump will direc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establish a combatant command that will oversee all our military activities in space. We're working as we speak with leaders in both parties in Congress to stand up the United States Space Force before the end of 202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作为纽约州法起诉讼的一部分 深陷危机的特朗普慈善基金会 已经同意在司法监督下解散 据悉,特朗普基金会需要接受法庭和州检察长办公室的监督 他们将评估和批准对剩余资金的支付以确保受益人的合法性 纽约州检察长诉讼指控称 基金会董事会成员特朗普和他的三名小年长子女 多次使用慈善捐款做个人、政治和商业所得 包括法律和解、竞选捐助 甚至购买悬挂在其酒店内的特朗普肖像化 诉讼还要求恢复损失 并禁止伊万卡、埃里克和小特朗普 在未来十年内担任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 总统的一名律师辩认 该案件具有政治动机 法官在上个月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拒绝不换案件 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维加斯枪案发生一年多以后 美国司法部宣布禁止使用撞火枪托 这一禁令预计将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2017年10月1日晚 枪手史蒂芬·帕多克在曼德勒湾酒店高层 向参加音乐节的人群扫射 共造成了58人死亡 800多人受伤 警方在他酒店房间内发现了23把枪械中 有12支枪都安装了拖火枪的装置 该设备自此一直被严密的审查 此前撞火枪托可被合法购买 司法部多年来一直将之排除在禁售枪支的范围外 司法部官员相信自2010年以来 全美已售出多达52万个撞火枪托 最终禁令公布后 拥有这些设备的人将有90天的时间 将其销毁或上交给相关的管理部门 违反者可能会受联邦枪支法的刑事处罚 近来休闲类大麻合法化的报道 引起广泛关注 继克罗拉多州之后 密歇根州成为中西部地区第二个允许使用休闲大麻的州 中国驻日加哥总领馆郑重提醒 大麻是联合国禁读公约中的严格管制品 在绝大多数国家携带吸食大麻属违法 领区华侨留学生游客等需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 自律自爱远离大麻 科学研究表示 大麻对身体健康有害 年龄越小吸食越多 对大脑的伤害主要是记忆力 注意力和学习能力越大 吸食大麻还会影响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 美国视频药物管理局FDA近期公布的报告指出 牛油果皮中可能携带里斯特菌 应充分洗净后再切开食用 报告显示 近年来的牛油果皮采样中 在超过17%的样本中发现里斯特菌 约0.2%的牛油果肉中出现此菌 消费者通常认为 食用牛油果前无需清洗果皮 但FDA报告指出 以刀部抛开落离时 可能把果皮上的里斯特菌带入果肉 因此避免感染此菌的最佳办法 是先把牛油果皮洗净后再切 同时处理完牛油果后应洗手 感染里斯特菌可能出现发烧 肌肉疼痛 腹泻或呕吐症状 严重时感染可能扩大到神经系统 引发失去方向感 筋卵及脖子僵硬等 据美国疾病管理治局的统计 全美每年约有1600人感染里斯特菌 约260人死于此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8号在人民大会堂 接受七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这七位新任驻华大使 分别是西班牙驻华大使德斯卡亚 索马里驻华大使阿瓦来 苏里南驻华大使陈家慧 格鲁吉亚驻华大使卡兰迪亚 巴西驻华大使瓦来 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拉扎菲曼丁比 和伊朗驻华大使克沙瓦尔兹扎德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旅行 请他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 及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将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友好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向新台阶 携手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共同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台湾行政院总计处近日公布 2017年民众到海外就业人数为73.6万人 刷新历史最高记录 包含大陆 美国和东南亚地区 其中 到大陆的就业人数占55% 比率最高 蔡英文政府上任后 因错误的两岸政策 导致经济 观光等产业发展接连挫败 官方更坦诚是导致九合一选举惨败一大原因 经济专家认为 大陆改革开放40年 不仅带动台商稀进人数逐年攀升 近年再推动一带一路 更让台湾人才趋之若鹜 分析指出 大陆经济荣景是吸引台湾人 前往就业的关键因素 而大陆方面更对台商祭出多项会台政策 并开放台胞申请居住证等辩明措施 让台湾人无后顾之忧在大陆拼经济 台湾人才出走将越来越严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阻开 欢迎回来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二 美国华尔街股要市场走出的情况 美股在周二早是开盘呈现上升高开之后 倒置盘中升幅还超过300点 但是五盘之后呢 升幅都呈现收窄的趋势 收盘时只是倒置和纳斯拉和纵活指数 是窄幅上升左收 标准pro500指数走出一个平盘的格局 那么当天影响市场 当然投资人高度关注的是 星期三即将公布的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决定 以及政策的倾向 投资人认为呢 在70%的这个目前投资合约 都认为在这个星期 也就是星期三会有提醒的决定 但是关键是2019年 联储的货币政策倾向 同时投资人也高度关注的是 石油价格的走势 美孚石油雪佛莱公司 在当天都是下跌幅度百分之二点七 到百分之二点四不等 但是呢科技利股在新一二 则是呈现了一个回弹 亚马逊苹果公司 奈飞公司都是呈现走高 所以对纳斯拉和纵活指数 有一定的支持 而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 则是收到波音飞机公司 以及高顺公司反弹上升 对进行的支持 不总体来说呢 在星期二市场还是观望 信贷相当浓厚 虽然有进场的买盘 但是呢投资人似乎也是不敢久留 都要高度关注 星期三的利率决定 以及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倾向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凤凰卫视旁哲纽约报道 一起来看今天世界 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好莱坞国际青年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的电影节论坛 近日在南加州工业市举行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年轻人的电影观 现场有请到了十几位来自中美两地的影视从业人员 与现场的青年电影人分享了从业经验 并展望发展与未来 论坛是面向全世界的孩子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都有自己的梦想 也希望他们用这个平台 把自己的故事描述出来 拍成微电影 小片 给孩子的一个世界 今天论坛是我们筹划了很久的一个青年论坛 那这里都是来自的是电影人 有编剧 有剧作家 有制片 有导演 也有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和摄影 本次电影节论坛旨在发现和培养优秀的电影和电影艺术青年人才 论坛嘉宾纷纷向大家阐述了自己职业道路早期的种种经历与故事 并鼓励大家在不忘初心的同时 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 凤凰卫视 实习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大型公益活动 2018好莱坞国际青年电影节 近日在好莱坞剧院盛大开幕 在本次电影节的580多部参展影片中 来自中国文化元素的影片 占总片数的三分之一 达到近200部 本次电影节共设立20多个奖项 其中包括好莱坞最佳编剧奖 最佳制片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女主角奖 和最佳男女配角奖等 那今天特别隆重 所有的荧幕都播放着短片 也是我们青年人的梦想 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 希望年轻人在这里起航 走向好莱坞 走向好莱坞的梦想 晚上的颁奖典礼 在好莱坞剧院举行 现场有数百位明星嘉宾出席 其中多是好莱坞编剧 导演 演员 音乐制作人 和电影投资人等 颁奖仪式由好莱坞电影学院院长 Robert先生至开幕词开始 随后还有好莱坞电影学院的学生们 为大家献上的舞蹈演出 在颁奖环节中 多个奖项的获奖者也一次揭晓 这次我写全美学院的教职员工来参加这次活动 希望能够在这次活动中取得更犹豫的成绩 河北美学院对此参加世界电影节 也是河北美学院真正走出中国 走向世界的第一代 河北美学院未来将与世界各个传媒 各个影视机构 整齐合作 做出更大的成就 2018好莱坞国际青年电影节 由好莱坞电影学院主办 奖项的设立终止 则是培养青年一代 对电影创作 表演 拍摄 制作艺术的热爱 并促进中美乃至国际电影艺术的交流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凰每周新闻友 让充满回忆的车子房子 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y Farm让你稳健一生 劳力是华人独家带领 李新华翡翠京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